给你们看个大包饼 回锅才快递 哈喽各位哥哥 再见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为了买玩具而 加班到吐血的社畜为哥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蝙蝠侠和小丑的名气 即使不关注超级英雄女孩子 也应该知道这两个角色 据说演过小丑的演员 都能拿到奥斯卡奖 你心中最符合的小丑演员是谁呢 弹幕扣出你最喜欢的小丑版本 08年版的小丑 诗诗来讲应该是大部分人的选择 在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中 他的表演令人压得喘不过气 他经历过风华震冒青春敌人的偶像时期 经历过暗潮汹涌蜂蜜不振的第一次 也体验过咸鱼翻身 地照辉煌的事业回春 他对于各种富有挑战性角色演绎 被人所牢记 凭借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 在09年第81届奥斯卡上获得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者奖 据说他在演这个角色之前 把自己关注黄金一个月 强迫自己入室 对自己进行强烈的心理和推连暗示 让自己进入到了精神病患者的状态 终于把自己和小丑融为了一体 有个印象挺深的就是炸医院那一幕 小丑一边走身后的医院一边爆炸 本来挺简单的一个镜头 哪知道走到一半爆炸停止了 希斯莱杰索性站在那里玩弄遥控制 直到爆炸之时 幸亏诺男导演没有喊卡 这个意料之外的经典角色 还能拍得如此精彩 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了 希斯莱杰有多么的入戏 小丑竟是我自己 说了咱们都会个当然是有目的了撒 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 当当当当 有野兽国出品的蝙蝠侠和小丑 也是评价最高的蝙蝠侠黑暗骑士 这都妈得开箱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些精彩片段吧 我一天 唯一很稳独的方式 屈以这世界是无法规则 今天你会破坏你的一只《侧面》 介绍了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也说过这个系列据说是1比9 但实际上好像也不到1比9的样子 大概是8寸多一点 这1比9的比例来说 这些年已经发展还不错了 前几年是真的很冷门 1比9的厂商主要有 Kiei 预模道 Megu Somebody的 对于喜欢玩主流1比6和1比12的玩家来说 其实很难接触到这个比例 所以韦哥呢 就来弥补这个没人开箱的空缺 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的参考 也是我作为UP主的己任 请把薅文一声平安打在公平上 韦哥觉得一味的跟风 别人玩什么我就玩什么 这样会让大家审美疲劳 有不死妹一嫂女 那个愿意看个白巴斯面吗 男人都懂嘞 其次呢也会失去韦哥给大家众吵的初心 所以想给一些犹豫日爽和观望的兄弟们一点多的参考 这也正是我想做的 正年我也有去了解野兽国的产品线 这两款是DH系列 我相信这个8不仅仅是弦音8的意思 更有8寸的意思吧 不过以上是我的个人猜测 不过在我研究可动玩具的发展史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可动玩具由最早老美的玩具 从1938年的不可动绿兵 到从新战1977年开始以后 再到风靡一时的8寸小人 由这些一点点进化而来 虽然现在的8寸已经不是主流人偶比例 但仍有不少玩具厂 在出简易可动不一的8寸人偶 这些玩具呢往往是拆了包装 就不能恢复的挂卡或者塑料包装 所以并不是拿来摆完 更多是一种收场吧 我呢也从好哥们这里借了一款过来 今天冒着和他朋友没得做的风险 给大家拆一拆 我想怎么拆的能无缝给他拆掉呢 目前比较熟知的Migo 最早开始涉足的就是超级英雄可动人偶 少年的卖点就是服装家关节 还是给他砍烂了 有镜有衣的小船说乱又翻 比Gi就晚一点 但是尺寸少一点更趁手 我们可以看到50年前就有这类玩具的情况下 甚至还没有球形关节 而是用橡皮筋连接四肢的 没想到Migo这种老玩具厂商 至今还在以这种工艺制作玩具 难怪被一些老东西 诶不对老玩家当做情怀来收场 这可不是智商税哦 回到我们主角上 我个人觉得野兽国的这个系列 更多的不仅仅是关注于1比9系列的产品线 反倒是对一些老八寸不易玩具的致敬 这也是这个产品线更偏向于老美 而在我们国内玩家中不受推荐的原因 其实我在几年前就知道野兽国这个牌子 那个时候更多的知道它的英文名叫 Beats Kingdom 专门出迪士尼版权大头Q版系列 不算头有6寸 加上头的话有7寸 拿到华纳版权出DH也是近几年的事情 DC人偶也出了不少 也有迪士尼动画电影人物 甚至还出了魔兽世界 兽人永不为奴 给大家回顾了电影经典桥段 也介绍了DH这个系列个人的一点点小理解 我个觉得这个系列虽然核心竞争里 不如市面上的6寸和12寸 但是对于喜欢作品的玩家来说 未尝不是一个多的选择呢 诈个骂 简恩简子 精细程度可能不一定能完胜6寸 但总体来说各个方面都还是及格水平的 超友爱的玩家确实可以买来玩玩 至少我手上这两款版本下来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小丑这个我觉得做的特别传神 之前我看过杰克传者的头雕 也做得非常的神似 最近竟然还出了爪花飞天的这个童年老木 我应该会在第一时间入手 到时候有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呢 包括夜情神龙在内 曾经登上过小神龙俱乐部的一些老动画 也开始出一些可动周边 维哥也会选择性的入手 给大家补一补情怀 过来年纪大佬就喜欢坏酒吗 但我还是个48岁的紧总消货啊 那说说最近的近况吧 其实维哥这段时间一直处在混乱又悲催的局面 之前我考虑过开特赦的坑 第一时间呢就是想试试假面骑士的可动好腰带 结果呢 遇到了作品连续拉胯 转头呢 选择入坑新时代奥特曼 又遇到了导爷趁着迪迦真骨雕风头 大炒SH奥特曼 拉个愿意当纠菜嘛 作为一个掐不上热饭只能自费的上班族up主 因为财力和时间的原因呢 暂时就不选择入特赦这个大坑了 至于标题说的美慢超英雄 每个我也想要个超能力啊 我也是抱着少白入门的心态去了解研究 如果这期视频能得到大家的回应和支持 我会试着多开一些美慢的产品 逼近相比之习 反美不算鬼 在此呢 也希望厂商爸爸看看我 找个人开箱也好 浅谈也好 为了我不吹水 多思考 希望大家能让我一起如坑了解 带着捞扣玩玩具 而不是偷捞发热跟风脉 视频的最后一定不要忘记点个关注哦 你的关注就是对我给我最大的支持 留个家庭作业吧 我一啥子蝙蝠侠叫蝙蝠侠啦 小弟兄弟们弹幕或者评论互动留言告诉我哦 等一哈 等一哈 它要告完啦 这个呢 是我给大家准备的这期的礼物 我将会在Q群里面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 你懂的 去你开车等你哦 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 哎呦 万人难以了 我们还是刷个梅子女嘛